好,各位同學看Cphysics,2009年有24條 Which ar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about the nuclear reactions above is correct? 上面這個Nukemia reactions,它是描述 我們看看上面這個是怎樣的 它這個是H2加H3 接著會形成H4 亦有一顆Nutron偶出來 其實如果大家有溫教學書有些印象 其實很快就會知道這個是什麼reaction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Fusion reaction 其實這個也很典型的,應該不難記 我們去判斷一下究竟它是不是下面ABCD 第一個,它是不是Fusion reaction Fusion我們一定要怎樣呢? Fusion reaction一定是由大變小的 大顆Nukle變成小顆的Nukle 第二,它是一定要有多了的Nutron出現 即是由Nutron去Tracker它 接著它會產生多於一顆Nutron Fusion reaction要滿足這兩個條件 OK,它是一個Fusion reaction Fusion是裂變,分開,裂開 所以大變小 Fusion就是黏在核聚變 核聚在一起,所以小變大 所以H2,H3,小顆變大顆 Helium 所以它是Fusion 而它是不是Chain reaction Chain reaction其實如何發生呢? 其實就是我們Fusion的第二個條件 就是它要有多了一顆Nutron OK,它由Nutron去Tracker 而有多了一顆Nutron出現 即是說一變二 所以就會有兩顆Nutron去Tracker 兩個Reactions 接著要二變四,四變八,八變十六 就會形成一個Chain reaction連鎖反應 就可以不斷地延伸下去 未必有兩顆,可能三顆 一變三都可以 所以它是不是Chain reaction 這個Reaction 不是 因為我們又不需要Nutron去Tracker它 雖然它會產生Nutron 但也不想Nutron去Tracker它 在這件事上產生Nutron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它並不是Chain reaction 而最後它是不是一個RadioActive Decay 它不是自然地發生的 RadioActive Decay的特性 最特別之處就是它是自然地 它是自然地 即是它不需要任何東西去Tracker 自發性亦是隨便地出現的 所以它這個Reaction並不是 它不是自然地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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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三句都不適合 那就是它是一個Fusion 就對了 那就是它 這就是它 你給你的